但第一類到底能學到什麼啦 其實這上面 你知道雲端上面有個PDF檔 這PDF檔裡面呢 大概就已經有說明 所以第一類的話 基本上就是學習基本函數 以格式設定能力 那我想喔 如果你把這些題目做完 基本大概至少以Sale你的一個基本的函數 應該懂得怎麼操作了 另外的話有一些格式設定 然後 像有一些還有插入一些設定格式化條件 或者是什麼走勢圖等等的這些效果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是像什麼工作表的編輯 裡面有這些動作 那今天的話我們會有移動那個 比如說要把另外一個欄的資料移到 就是某個位置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儲存格的樣式 就是列高 列的高度跟藍的寬度怎麼調整 諸如此類的 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第一類 也就是說我們等一下腳腳的作業 裡面實際上就是要把你這些做完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走勢圖 這走勢圖的話 我想你做用到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另外還有像基本函數 哪些函數呢 常用的像日期與時間函數 數學函數 甚至像邏輯函數等等的 OK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接著來看 就是在這個題目裡面你往下捲動 那找到那個110題 因為我們主要是做那個雙數題部分 雙數題 那上禮拜是這一題了 Golf 然後我今天的話是這一題 電子骨 那裡面的話大概 原則上做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參考的結果 長這樣子 那在雲端上當然有那個練習檔 你打開來的話 這個是還沒有完成的 也就是說呢 旁邊這邊有兩欄 這個是之後要補上去的 做完之後的結果 長得類似像這樣 就是要做出L跟M這兩欄 那可以看到有點像什麼 這邊有個叫走勢圖 像這樣一個走勢圖 比如說呢 這個有個欄會叫 昨天開盤與成交的比較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成交在這邊 那開盤在這邊 兩個怎麼比較 那題目有一些相關規定 你要按照那個規定去完成 那所以可以把這個 叫走勢圖做出來 那這個走勢圖怎麼做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插入面板裡面 會有一個 裡面這個面板裡面會有一個群組 就是要走勢圖 那像這個實際上就是折線圖 所以你把折線圖做出來 另外有一個叫直線圖 這個叫直條圖 也要把這個直條圖做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各位先把那個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裡面的話 總共的話 就是110題 這個叫電子谷 裡面的話有1到6 那等一下我們會分別來完成這些動作 反正按部就班 我們做的都是在這裡面都有 所以你就把這個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做完之後你把它存檔 這一題就完工了 OK 第一個 題目裡面要我們做什麼按部就班來做 首先第一個調整那個欄位的順序 由左到右 他要做到的就是股票的代號 時間 什麼著收 開盤 還有成交 其實你可以比對一下 那個順序基本上 應該主要是這個 著收跟開盤 然後在那個成交的 左右邊的 放那個最高最低 然後在買進買出 賣出 然後漲疊跟張數 所以其實只要做一些 所謂的那個欄位移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哪些要移動 我們開啟這個檔案之後的話 著收跟開盤 這兩欄要移動到成交的前面 那怎麼樣移動過來 首先特別注意 請你把這兩欄選取 那選擇方式記得 點這個欄位的名稱 H跟I欄 兩個一起選好了 按右鍵 這邊會有個減下 那你就把它減下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請你再選取C欄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貼到它前面的話 記住 先選C欄 告訴它說 我要貼到它的前面 按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做 插入有沒有 減下的儲存格 記得不要選錯 你不能說直接貼上 直接貼上再把它蓋過去 所以記得 把這兩欄貼過來 貼到成交的前面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按右鍵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把著收跟開盤 放在那個成交的前面了 OK 那這個順序就會是題目要的 那再來還有 它要成交後面還有兩個 兩個是哪兩個呢 成交後面它是最高最低 可是最高最低 它是放在哪個位置呢 最高最低 是放在這兩 J跟K 那我如果要把它移動到哪裡呢 這兩欄移動到成交的 這個右邊 不是左邊 記得等一下選 記得不是選成交 記得要選買進 選這個買進 然後再怎麼樣 再把這兩欄 給放在這個買進前 按右鍵 把它剪下來 一樣最高跟最低剪下 選取那個買進 然後把它按右鍵 一樣呢 再插入剪下的儲存格 這個時候呢 就會是按照題目要的 最高最低 然後買進賣出 漲跌跟張數 所以題目裡面要的這個順序 你就照這個順序給它就可以 那實際上主要是做兩個動作 就是把這兩個從後面剪過來 跟這兩個從後面剪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題的話 原則上是要學會如何把其他欄位移動到前面的位置 OK 那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 第二個在 接下來怎麼樣 它要在L欄 特別注意是L欄 要新增欄位 所以記得是L欄的位置 然後呢 要名稱叫做這個 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然後呢 要寬度 欄寬部分要設定15 自動換列 那什麼叫自動換列呢 因為你把這個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輸入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跑到最右邊 而且後面幾個字可能看不到 那如果說你要自動換列 它會自動折行 那如果你沒有自動換列 它等於是旁邊字看不到 然後呢 這個地方要做什麼 要做折線圖 這一個走 其實就是一個走勢圖裡面的折線圖 然後呢 再把這個樣式顯示標記 然後套用什麼 這個走勢圖裡面樣式 第幾個 第一個 彩色樣式第一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你們先完成第一點 等一下再來看第二點 然後呢 輸入這幾個字 那暗部就換來錯 第一個就是欄寬 要是15 那欄寬怎麼設定呢 其實你選這一欄 一樣把游標停在L上方 按下滑鼠右鍵 這邊就有個欄寬 你可以設定那個欄寬 直接把它輸入15 輸入Enter Enter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當然欄寬雖然加寬了 可是問題 這邊有一個叫收盤與成交比較 那這個地方有個比有沒有 比較 比變一半 叫沒有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要讓那個字可以折行 因為它現在沒有折行 變成說最右邊的字看不到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按右鍵 把滑鼠按右鍵 再到那個儲存格格式裡面 這邊有個叫儲存格格式 找一下就是在格式裡面 會有一個叫自動換列的功能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個儲存格式的 第二個面板 這邊有一個對齊方式 對齊方式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自動換列 那如果你把自動換列打勾之後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地方 會幫你做折行的動作 那也就是說以後呢 如果你在isail裡面呢 那格式旁邊的字看不到的話 記得就是把它折行一下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參考的畫面 參考畫面裡面呢 它做出來齁 除了折行之外 它好像放中間 所以如果你要放中間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置中一下 這個地方齁 水瓶把它置中一下 那這最後做完 就類似長的像這樣子齁 這個第二題的部分齁 OK 那記得喔 藍寬按右鍵齁 這邊有個藍寬 那再來 設定自動換列式儲存的格式裡面齁 對齊方式把這個打勾就可以了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看就是說呢 它要把這個L欄的部分齁 做什麼呢 做一個所謂的折線圖 那這個折線圖 它要的就是一個什麼呢 在走勢圖裡面 要標記 並且套用這個樣式齁 走勢圖樣式 彩色這個景 這個齁 然後呢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齁 我們直接選取這三個 著收 開盤 成交 昨天 著收開盤齁 等於是一個結束的這個齁 然後呢 開盤齁 開始的齁 那個 然後最後成交金額多少齁 那把這三個 出成個選舉之後的話 那我利用那個插路裡面 一個叫走勢圖 那各位可以看到 插路裡面的走勢圖 那它要是一個折線圖 所以你就找到這個插路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折線圖的 那這個地方 記得先選取 選取這三個欄位 三個儲存格 再去做這個動作 那接下來呢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折線圖 最後要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記得喔 放在L欄的這個地方 它就會幫我們把 這一個三個數字 它的一個走勢喔 幫我把它畫出來 並且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也就是說呢 將來這個數字 就會變成一個圖了 那其實這個非常方便 以後的話 其實看圖 當然會比看文字 看數字 來的更清楚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就會有一個什麼 一個出現 所以昨天收盤的時候 是這個價錢 然後呢 開盤這個價錢 成交這個價錢 所以很清楚 就可以從這個圖裡面 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另外呢 它要我們把標記這個地方打勾 所以這個地方 記得把標記打勾 你會發現 打勾標記之後 多一個點 再來的話 樣式 請你把這個樣式 它要的是彩色衣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個 所以你就選擇 在這個 記得把這個打勾 然後呢 把這個選舉之後的話 我直接套用這個樣式 就是它要的這個結果的樣式 OK 這個樣式 再來的話 一樣把它填滿 那填滿的方式的話 記得你點兩下 它不會理你了 記得就是要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直接到最後一列 放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做出我們要的一個摺線圖出來 好 那等一下的那個第三題 其實跟第二題蠻像的 基本上 它要在哪裡呢 在M欄 輸入這個名稱 一樣是15 自動換列 但是呢 它依據的不是著收開盤成交 而是什麼 成交最高最低 而且是要直線 直條圖啦 不過做法其實差不多 那要顯示什麼 剛剛是顯示那個標記 那這邊是要顯示什麼 第一點 所以兩個不太一樣 其實做法上差不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第二題的部分先 我們繼續來看 那M欄的地方做什麼 實際上跟剛剛動作一樣 只是說把這個改成低一點 然後呢 走勢圖的樣式 也是一樣是彩色的這個樣式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當然你把字填上去M欄 再來選取它按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那個欄寬 欄寬的部分的話 好 舒服那個15 15 Enter 這個字一樣跑到另外 所以我們按右鍵 出稱的格式 那這個一樣是對齊 把自動換列打勾 按確定之後 那這個地方一樣把它 常用裡面有個自中 把它自中一下 因為在那個參考的那個結果檔裡面 可以看到它是自中的 所以把它自中一下 那接下來成交 成交最高最低 這幾個 數字成交跟那個最高最低之間的關係 那我希望用什麼 用那個 插入裡面一個走勢圖的直條圖 我希望從那個直條圖裡面看出 一個大概的狀態 所以我就把這三個選起來之後 那最後要放哪裡呢 放在這邊 所以你最後其實只要選取這三個之後 插入這個直條圖 然後選你要放的位置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它會把你的直條圖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要低一點 所以你會發現低一點打勾之後的話 它一點的那個顏色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呢 它的那個樣式部分 它要是也是一樣的位置 所以剛剛在哪個位置 你就再選同樣的位置就對了 OK這個位置是在樣式彩色1啦 那這個順序啊 其實當然你不用死背啦 彩色1彩色2 所以這一排其實就是什麼呢 都是彩色的 不過感覺起來好像也沒有很彩色 只是稍微比較彩色一點點 比起上面的當然是稍微好一點的 上面叫深色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較淺的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都有顏色 都有它的那個名稱啦 不過你不用死背 你大概知道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按點擊它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最後把它向下填滿 填滿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直條圖就顯示出來 那它可以比較什麼 成交跟最高最低之間的關係 你可以從這個圖可以看到 最高最低 那你買你成交的金額到底是不是在最高 如果離最低越近的話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你買近當然越低越好 那賣出的話當然越高越好 一樣的道理 就像說那個最近那個台幣也是貶值嘛 所以如果之前你有買外幣的話 你會發現好像還蠻不錯的 像前一陣子我會買了一些日幣 結果發現這一陣子漲好多 像美金也是一樣 當然前提是誰會知道說 你這個沒有辦法買百分之一百來 不過那時候是因為去日本玩的時候 發現奇怪 什麼什麼東西都便宜很多 這個時候就感覺到 我可能下次還會想來 那所以我就怎麼樣 買一些放著 感覺真的就有幫助 OK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就是完成了 這個前面的這三題 再來的話還有第四跟第五 第六我想各位也試著做做看 這個地方的話 效果就是類似像張樹欄位 張樹的欄位的話呢 就是這邊 那我要做出的效果 類似長的像什麼 像這樣子 因為你張樹有的時候 多跟少 你沒辦法直接看 你看不到效果 那你如果說希望在這個張樹 做出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有沒有發現底下是不是有個 有個填滿的一個效果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哪一檔股票 買的比較多 有沒有 比較少 馬上可以顯示出來 那這個效果要怎麼做出來 所以這個是等一下第四題要做出來的效果 那他這邊有提到 就是資料橫條 漸層填滿橘色的 各位先找找看 如果可以找到可以先試試看 另外的話呢 設定第一列 列高怎麼做設定 一樣的道理啦 其實剛剛是藍寬對不對 你現在列高的話 你把那一列 剛剛是這一藍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 如果我一列的話 第一列的話 你把第一列選起來 按右鍵也有35 你就輸入35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那個字型的色彩 改為白色 然後呢 填背景是填藍色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它填一個什麼 內框線跟外框線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所以後面這個四 後面四到六 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我想各位先試 非常簡單 首先第一個把張數 下面呢 這個範圍選起來 那選的方式 你可以比較快的方法 是游標放在K2 按下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整個選起來 那如果你不會這樣選的話 其實我覺得Ctrl Shift向下 或者是按Shift鍵 先點K2按Shift鍵 再點最後一個 Shift鍵按住 這樣也可以把這個整個範圍選起來 不過我覺得Ctrl Shift向下 應該會是最快的 那你以後不要放在K2 它就自動幫你全選 接下來呢 如果你要設定什麼 剛剛那個效果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它已經有給你提示了 只是說它沒有告訴你說 這個效果放哪裡 實際上是放在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也叫資料橫條 資料橫條裡面 你就往裡面找一下 就會有一個就是 它要的那個效果 應該是那個吧 應該是這個 橘色的資料橫條 有沒有 那如果說這樣 你要自己用 不見得一定要橘色 你可以別的顏色 油標放在哪個位置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顯示在 你的左邊 會顯示預覽給你看 你可以看哪個 你覺得比較OK 你就選 點擊它 效果就套用上去了 其實非常簡單 以後的話至少 這樣的效果感覺 會至少 比你看數字來的更為清楚 OK 這個地方的話就第四 再來的話 第五要做什麼 第五它要我們就是做 第一列列高35 然後把它的顏色變成白色 底色變成藍色 那怎麼做 首先一樣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第一列 請你把第一列整個選起來 油標放在1的上方 按右鍵 選起來之後的話 右鍵 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一個列高了 因為你選的是整列 所以會有個列高 點擊它 這邊輸入35就可以 它本來33 大概會高一些些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整個選起來 那你可以往右拖 或者Ctrl-sheet 向右也可以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的字的顏色 字的顏色 預設是黑色 把它改成它左邊這一個 叫做白色背景1的 這個時候呢 字就變成白色 再來油漆筒 改成什麼 改成藍色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把這個藍色點擊下去 它就會變成白色的字 藍色的底 這樣的話呢 跟底下的那個資料 會有一個反差 那這樣的話看起來會對比比較清楚 上面是藍位名稱 下面就是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的效果其實還蠻好 蠻好用的 那最後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 把裡面的資料 設定框線 特別重要 框線的設定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所有框線 所以 你只要油標先放A1 記得Ctrl-Shift 向右再向下 這樣就全選 會比較快 Ctrl-Shift Shift的選取 向右就向右整個選 向下就整個選 那整個範圍選完之後的話 只要做兩個動作就完成 第一個 所有的框線 這個就是所有都是C框線 所以你把這個 點一下所有框線 再來外框要變成什麼 出框線的話呢 再選什麼 選這個就可以了 出外框 先選所有框線都有框線 再選那個出外框 那外面的框線呢 就會是出外框 那我們再點一下出外框 OK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在那個 預覽列印看一下 因為你這個效果在沒有預覽列印的時候 看不出來 所以你檔案裡面有個列印 列印這個地方就會出現 如果你是彩色印表機 它就會彩色效果 如果黑白當然就黑白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外面框線一定是粗的 裡面一定是細的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印表機 應該預設是黑白的 所以看起來是黑白的 如果你是彩色印表機 印出來就彩色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這一題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一樣把它另存新檔 那檔案名稱的話就是110 你就把它存在你自己的資料夾裡面 也有先放桌面上好了 OK 那有一樣的名稱 因為可能我剛剛有設一樣的名稱 OK 那就把它先存檔 存檔之後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再再來看就是如何 就是腳交那個 各位有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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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